针对一向乙行受体素来入法 这是挂一漏腕 对外这会形成惊怒的障碍 让台湾受害而中国得力 不要再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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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凶兴得不难命 人凶兴得兴难平 发展经贸跟把关时安 与与熊掌都要兼得 所以台湾需要多一点的具体行动 少一点的政治口水 恳请朝野合作 我们理性监督 首先我要说 开放美术进口 不是是非题 而是一个政策的选择题 当中美贸易战开打 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负责任的政府 不管谁执政 台湾此时此刻要如何选择 我想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都会勇敢选择 我们大破大力 争取与美国更密切的经贸关系 我们进一步努力来争取加入CPTPP 我想不管谁执政都会这样来努力 所以今天在讨论校园食安 再次强调校园零莱猪 营养午餐百分之百国产 很多人在问 如果莱猪没有安全问题 为什么不让学生吃 两个理由 第一 政府透过大量的采购 来保护本地的猪农 政府带头爱用国货 这有重要的宣誓意义 第二个理由 不像一般的成人 在市面上选择吃什么 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所以在校园里孩子吃什么 是由厂商提供的 所以我们要强化保护食安 来为孩子的权利 为他选择受限 来做出努力 国民党的委员都在说 一定要修法 不修学校卫生法 就是万恶 我要问 2012年国民党 马英九时期 开放美牛进口的时候 国民党有哪一个委员 提出学校卫生法的修法 国民党的做法 是手上我拿的 国民党的做法 是一个行政公文 我们要理性监督 不要政治口水 修法会造成 挚爱难行的困境 对内 被台湾食安法管控的 农药 食品添加物 动物用药 有一千多种 一万零六个品项 你如何针对 一项乙型受体素来入法 这是挂一漏万 对外 这会形成经贸的障碍 让台湾受害 而中国得力 理性监督 用契约 好谢谢 接着请李德伟委员 李德伟委员 李德伟 来请请发言 我们今天修学校卫生法 刚刚民进党的立委说 这是为了台美的经贸 但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不断的询问相关行政部门 是台湾主动提出来开放莱猪 还是美国人要求 没有人说是美国人要求 都说的是民进党 我们现在的执政的行政部门 自己要求开放啊 你要求开放了 你现在学校卫生法 只敢标示 用在地的国产株 而你不敢说 不实用莱猪 这样子不是很矛盾吗 刚刚又牵扯什么 政治利益 牵扯什么 台湾的经贸利益 请问1月1号莱猪进来了 我们得到了什么经济利益 行政部门也没有人说啊 刚才还在判断CPTPP 到目前为止 在立法院哪一个官员 跟大家保证 莱猪进来了 可以让台湾有实际的经贸利益 进入CPTPP 没有人敢保证啊 所以在这个学校卫生法里面 所有的家长 所有的学生 是靠法律来保护啊 而我们教育部 只愿意用什么 用契约啊 一年一签的契约 请问契约有效的话 法律有什么用啊 不好意思啊 契约的效力强 还是法律的效力强啊 所以 一直在强调 只要用契约 不用写这个 不用写那个 不用规定入法 像话吗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学生 他真的能安心 你的小孩 不会知道吗 请问一下 今天说提早一天有三千多间的国中国小完成契约的更换 本席想要请教 私立的呢 托儿所呢 幼稚园呢 都没有啊 有在哪里 不要再骗人了 面对问题 就让我们的法律明确的规定 学校卫生法 明确规定 禁止使用莱克多巴胺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谢谢 谢谢 谢谢